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一样嘛 所以你就先把格式先想一想 你会发现底下 它格式一定都是 一二三四五个东西 后面加一个换行 所以我们前面又有讲过一个方法 用format就跟九九存法表一样 九九存法表本来是串接 后来我也改成一个format format非常好 所以我一直强调format 一定要熟 否则的话 有的东西你会写的很复杂 你看这边如果用format来写 更简单 等于五个刮符中间加逗点 然后最后换行 点format 然后把第一个 就是LV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装刮符 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一直到最后总共五个资料 然后直接把它执行的话 这个结果一不一样 其实结果也会一模一样 可是看起来 这样的写法应该相对的简单 OK所以第二个方法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试看 这样你也不用再去什么 再用strip OK 程式好像相对简单多了 好 那这个讲完之后的话 我刚刚写的这两段 我一样有把它贴到云端 给各位做比较 方法一就是这一段 其实就是破回圈这边 把它也是mark起来 然后这边 OK这一段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用什么 用format的写法 OK 那当然我讲过了 程式没有标准答案 反正你写的习惯 哪个方法都好 OK就怕你一个方法都写不出来 那就麻烦了 OK 而且特别是要你自己的方法 OK 所以你要慢慢能够跟 你要能够确定说 你真的学会拍什么 真的就是你要能够参考别的东西 能够把它写出来 那真的表示你是会了 那未来你要去做一些什么 学习像深度学习 精细学习 那个AI人工智慧 那些东西都跟这个非常有关系 因为里面处理的data 都是一定是串列 不然就是字典 OK 如果你串列字典都不熟 回圈也不熟 format也不熟 说真的你要怎么处理 OK 所以直接 如果现在再串一个深度学习进来 我看你可能会吐学 对不对 连这个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的习惯 我是不先打高空 我们稳着它稳打 否则都不好说真的 给你这些东西最后你用不出来 都是别人东西 其实未必是好事 可能最后你可能想要放弃 因为都会觉得很虚 有的人真的很虚 因为他都不是他的东西 他都是贴别人东西 问他为什么这样写 他不知道 反正他就说我贴别人的改一下可以用就好了 OK 这种人很多 在职场上工程师 而且我问过师弟超过十年 我说你现在城市怎么写 他说没有 我都拿别人来改一改而已 真的吗 不是你自己写的 没有 我赶快交拆交出去就好了 就这样 真的 这是职场现状 这有些不能说的秘密 对不对 但是我却把它说出来了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因为我自己就不是这样子 我是确定我自己不是这样子 但是别人是不是这样 我不敢保证 是OK 但是他能不能混 他可以继续混 他就继续混 反正混到不能混 就再换一家公司就好了 因为说真的 这种工作很好找 可是那个状态又是有失诚 你去有失效性的话 你不贴难 或者你要卡的那个状态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 这个上面有一个是XML的格式 他点开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XML的架构 他有一点特殊 他跟那个HTML有点像 他这个Mark of Language 其实等于X是Extend 就是说从那个HTML延伸出来的一个语言 他也是标签式的语言 不过这个标签式的语言 有个特色 你会发现 点开来之后 这边是可以展开来的 有没有 他一个特色 最外面一定会有一个Root Root就根 有点像一棵树 有没有 然后树 它会长出那个枝干 有没有 又长出 所以它有点像一棵树一样 所以XML的概念 都是这样 但关键的地方 不是要了解它的架构之外 我们要怎么样取得里面的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Root底下还有一个Data 所以Data到Data一个头跟尾 一定是一个什么斜线 开头Data后面一定斜线 这个跟那个HTML还蛮像的 因为HTML一定会有一个头一个尾的标签 中间就是我们要的Data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把这里面资料取出来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 一样用那个Request把它下载 可是下载之后怎么样取得里面的Data 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路上其实我也找了很多方法 最后我发现 我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用那个什么Element Tree Element Tree好像印象中不知道要不要安装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不需要安装直接用就OK 我进行好像不用装 那这个Element Tree它其实非常简单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先了解它的架构 就是在这个路者根 这个根底下长出了好多好多个Data Data里面放了很多个资料 那我要取得就是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资料外面会包什么包它的标签 那抓的方法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这边有已经写好的 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我大概分享一下怎么去写的一个方式 那这边的话呢 我自己有一个写出来的 那这个 Json的那个XM 我把它写在 太多了 首先的话特别注意 一样我们会需要用到几个东西 第一个Request下载嘛 所以利用这个下载它可以什么 用get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网址 那后面一定是接XML 所以这个等于后面就是 其实是把前面的改成XML 接下来一样把它抓下来 可是特别注意哦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用那个element tree 那这边特别注意有一个from什么 fromXML的etree 这个东西是一个module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element tree 那因为它的名称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取一个别名 叫et 以后就是set是说 这个名称我把它缩短 你可以缩短它的名称 这个叫别名哦 OK哦 如果你不用这个名称 你就会变前面长的名称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特别注意哦 可是用这个element tree哦 它有一个地方哦 跟前面那个Jason啦 还有就是那个CS不一样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开 你要开启那个网路上的档案 是不允许的 它一定是要怎么样 把它存成一个XML的档案 才能够去把它读进来 所以哦 为了这个部分哦 我想的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 我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先把什么 把那个档案先存档 我们发现 f 其实应该你可以打成fw 我们前面就是类似跟刚刚一样 fw 没有啊 名称其实不一定要叫f或m 这个名称是可以变的 fw等于open 那也就是说我把它写到哪里呢 写到我根木屋里面 那encoding我用utl8好了 OK哦 然后把下载的东西全部写到这个档案里面 所以将来的话呢 第一段呢就是把它已经写下来了 OK所以哦 它用开档 OK第一段是 所以这一段做完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下载了 然后你会发现在根木底下 好一样refresh 在src上按右键 refresh一下 那你会看到pm25.xml 我看一下pm25.xml 这边 好打开来 好那你会发现这边 就已经 档案已经帮我下载下来了 那你会发现哦 它的结构也是一样 不过呢 在Equilibus的编辑器好像它更好 它有点像什么一个tree 让你可以展开来 这边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OK 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什么 版本的宣告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打开 并且把它输出 所以呢 我怎么开档 特别注意哦 在Element Tree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 叫Path 如果你透过Path这个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 怎么样 可以把它开起来 你就说可以把这个 爬到我们的 这个前面tree的这个物件 OK 那你特别注意哦 这个tree里面的话 我要先得到一个root 这个root的话哦 有点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反正就是这里面哦 最外面的那个root OK 就这个 我把它先稍微缩小一下 放在旁边 让它看比较清楚 那这个root里面有 还有一层 就在data 所以呢 我就怎么样 for 先取得这个root 这个root指的是这个整个啦 里面全部的东西 我先把它丢到root里面 接下来做什么呢 因为我后面还是要输出 我这边 不过全部叫s好了 这个把它也是改名称 全部跟刚刚一样的名称 跟刚刚那个输出成那个 json to 那个csv蛮像的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把什么 把这个root里面的所有data抓出来 那我要怎么抓哦 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有没有这个底下有很多的data 一个两个三个 有没有很一直到底下啦 反正它有几个县市就几个这里面的资料 那我要逐一逐一的取回来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for each的写法 这个跟刚刚我跟各位提过的方法一样 所以for each data 每一个data 就帮我把第一个先抓过来 第二个抓过来 然后做什么呢 帮我把里面东西怎么样 逐一的输出 那里面的话总共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五个东西 那所以呢 我如果五个东西要全部输出的话 那我一样给那个大瓜糊 不 然后呢 中间也许 你看看我这边是用那个tape 不过你不用tape也没关系 假设我通通把它改成那个好了 改成跟csv一样好了 干脆改成逗号好了 也就是说xml要tocsv 其实呢 就更简单的 这边一样了嘛 一二三四 然后后面也许跟刚刚一样 再加个单位好了 反正全部都抓下来好了 其实理论上单位 好像都一样 所以我这边原来没有加 主要原因是因为单位都一样 这边一样 跟刚刚大瓜糊中间加豆点 加豆点 ok 所以一二三四 然后再加一个豆点 然后一个大瓜 这应该没问题吧 跟刚刚一样 对不对 然后formate之后 特别之后关键来了 如果你要取得data里面的资料的话 好像会有问题 跟那个串列不一样 串列后面不用加.taste 然后一二三四少一个 所以这边后面再补一个 一二三四 在这边把这个再补一个 变第四个 ok 另外的话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你可以我印象中好像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好像用data点 如果你不知道第几个你可以点fine 它有个fine的方法 fine什么呢 fine如果你标签名称 比如说叫什么 side 这个叫做赛成你可以这样fine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这样也可以fine那个名称 所以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个是第几个 有没有 零一二三四这样子 顺序的 如果说你以后不是顺序 比如说你只是想要抓xml 某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就好了 其他不用的话 那你可以用fine fine把那个标签名称抓过来 这样也ok 应该可以懂了意思吧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写这样反而麻烦 用fine 为什么因为中瓜胡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就不用fine 我们就直接这样 直接给它一个中瓜胡 里面第几个 最后面记得要加点test 好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里面资料全部都get回来 xml 如果大功告成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直接输出 ok 可以看到一模一样 当然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一个写出去 xml to csv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再拿刚刚的那个 有没有这两行 把它copy一下 放到底下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它变成应该 这边再加一个xml pn2.5xml 有没有 点csv 一样把它write出去 这样子的话呢 就xml to csv了 所以你会发现 应该蛮简单的 以后网路上找找看嘛 好像没有答案 我找半天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所以可能跟网路上人家写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网路上提供的方法好像太复杂了 太难懂了 我最后发现还是自己写的最有亲切感 写了之后一看 对 这个是我写的 一看就说 果然 所以跟自己家生的小孩 跟别人家生的小孩又不一样 OK 别人家生的小孩总是觉得很欠揍 对 看一下看一下 有的人很可爱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把它输出 pn2.5xml to csv 这样子有没有成功呢 最后的话呢 把它refresh一下 一样 这边按右键 refresh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pn2.5xml 打开一下 乱码 没有 OK 成功 这样OK 所以我没有多学一个 xml2csv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其实没多少东西啊 多两行 多两行 等于是什么 家育员多一件 就是那种概念 真的啊 两行 两行真的很好记 非常重要 所以特别只有这两行一定要务必记起来 以后的话你们要从网路上爬虫哦 爬下来的东西 你要存档 在python真的太简单 两行就存档了 OK 所以以后网路爬虫 你要把档案存成档案就那两行 你要把网路上的图档存档也是两行 不过就要透过image 就是有特别image的一个module 它可以也是存档 写出去呢 就会是一个图档 所以如果以后后面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 大家延伸出去一样嘛 就是你把网路上的图啊 比如说某个网页里面图你要把它存档 起来的话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OK 就是最后也是存档 也是大概两行三行吧 大概两三行也是可以搞定 所以方法我觉得都是雷同的 而且有些东西好像前面都用过 只是说这一个elementry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pass的方法 再把它开档 那特别注意哦 elementry pass这个方法 只支援开启已经下载的档案 就是支援档案 不支援网路上的那个就是来源哦 所以会需要这边先把它存档 再去开启 所以这边可能会多一个动作 就是把下载之后的那个资料 先存在我们根木屋底下 再用pass去把它开起来 差别在这里而已 所以呢 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就是xml to csv或xml的处理方法 那xml也可以to db哦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把xml资料 写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那请各位呢就自行练习 所以回去的话 可以有很多方向嘛 后面没想到就是xml的资料 怎么把它再写到资料库 那xml有没有办法转成json 有没有把xml的东西再做其他处理 ok那这些我想请各位就是自己再多多的类型 ok 如果这三个你都能掌握啦 我觉得大致上也够了 因为说真的交换资料用来用去 大概不外乎就是csv json xml 再来就什么再来tst吧 还有什么 不然就excel档吧 对不对 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嘛 ok大致上够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第六之一的单元就大概就先在这边先告个段落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更上一层楼 就是呢去抓取什么呢 抓取网页的资料了 不过难度又会更高哦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再到云端白板 如果这个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再看一下六之 好我看一下这边的话 六之 开放列宇 这个跟六之一有点接近 六之二 六之三 再来就六之四了 好 好 爸 好 祝福